痛风和内风湿性关节炎呢 都是属于影响到关节 出现关节症状的疾病 但是呢 它们发作有不同的特点 痛风是一种代谢性的疾病 它发病呢 主要是在遗传和环境因素 共同作用的结果 主要发生于男性 男女性别的比例呢 是15比1 而内风湿性关节炎呢 是一种免疫性的疾病 多于其他的免疫紊乱性的疾病 是并存的 它这个性别差异不是那么明显 而且它们发作的时候呢 关节的表现也不一样 痛风 急性痛风性关节炎 表现的是关节的红肿热痛 一般首发的关节是 第一折制关节 然后呢 可以影响到全身的多个关节 而且皮下可以出现痛风湿 但是呢 内风湿性关节炎 主要影响到小关节 关节都是对称性的表现 而且呢 主要是以关节的这个僵硬为主 沉僵一般大于30分钟以上 可以影响到多个关节 再有呢 就是 痛风和内风湿性关节炎呢 它这个化验指标是不一样的 痛风可以表现出来 高脚酸取症 而内风湿性关节炎呢 一般来说是内风湿因子 可以表现阳性 或者说是 CCP抗体 黄瓜酸态抗体 是阳性的 这个是一个鉴别液的表现 还有呢 就是关节局部的一些表现 比如说 在关节肿的时候 它这个 关节肌液里边 痛风 可以 检查到这个痛风湿 而内风湿关节炎是没有的 或者是关节肿偏 也有不同的表现 欢迎ушки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